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妮去看非洲 好久没去市里了啊,今天我们集体出动 带了一个我们的品质的IPCosever去吃火锅 今天我们大家去市里面看一下啊 这边的车Uber现在还有点限制人数 四个人还不行,我们重新再打一辆Uber了啊 这边出行的话主要是Uber,然后就上来波导波导 不过长距离去市里面的话,还是打Uber安全一点啊 差不多十几公里吧,半个小时左右 估计要两万多块钱,四五十块钱那样子 那前面是这边的一个体育馆 也是前几年中国人过来帮忙建造的 今天星期天,基本上没有多少堵车的 这边周一跟周五,那堵的要死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门口还有这么多高楼啊 看一下阿里郎酒店,我们往里面走了 好像大门还没开 现在进门还要测体温,洗手 这里还有个酒店,阿里郎酒店 我们去里面吃饭的,这边上 这里,不过现在疫情生意不是太好 不过我们好久没来了,他们应该在里面去了 那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啊,看一下,我们上次来的好像是那种烧炭的 现在搞烧气了,那边的菜还是有这么多的 油肉,毛肚,啥都有的 等下来自己打调料 今天呢,还有这么多中国同胞在这里的啊 哈哈 这个鸭鸭锅 这个小黑妹不知道,她说不吃辣 现在预期应该下面那大厅还没开放 可能就这一点,还有几个包间 啊,这边制作火锅五万五一个人,一百多 然后锅底有锅两三万,然后酒水还要吃一点 应该不算便宜了,开工了啊 这个调料是火锅的精髓啊 你看它,only this is enough 啊,看调料 那边那么多调料啊,就是那么一点 ok,you choose 嗯? or put the hair you eat 嗯,put inside the cook 好在我们都不喝酒啊,我现在也差不多是半分饱了 我看一下啊,黑妹怎么去拿筷子的啊 看一下他们怎么用筷子的 刚刚浇了一下 you put this,not white one 嗯,yes 基本上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学习的还是很快的啊 今天也是慢慢搞,多搞一会儿啊 来,挑战一个高难度的 叫他夹这个肉丸子 不错啊 啊,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感觉上我们战斗力比较低啊 配的菜还没吃完 就加了一点牛肉分菜啊 估计三十万,我们现在去买蛋了啊 看一下,总共二十六万八,一百多还行 啊,前面的那个火锅就是那种烧炭的 今天星期天 还是有这么多顾客的啊 好久没出来 今天也算是饱餐了一顿了啊 现在疫情期间也不去到处乱逛了 等后面有时间给大家拍一下市里面的情况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